孝燕燕提起自己的心仪之人 和耶律贤倾诉了一分烦恼 耶律贤心里不是滋乱 却还是为燕燕出谋划策 让他送套书给对方 孝燕燕又谈起对国家正式的见解 这让耶律贤刮目相看 他得知燕燕十分亲目 树立皇后 也话中有一说 他也能成为一国之后 另一边 李夫人嫌女儿李斯来韩府拜访 李斯得知韩德让与皇族子弟发生了冲突 便提醒他要谨慎行事 韩家虽被封王 但无法比得了皇族 而此时 耶律贤之身来见高薰 二人一番谈话后 决定共谋大业 韩夫人很喜欢李斯 想撮合他和韩德让在一起 李斯有意提起萧燕燕的身份 称他日后必要为非为后 这番话刚好被来送书的萧燕燕听到 萧燕燕生气的宣誓主权 还让李斯立刻离开 韩德让不想失掉李树 急忙安抚李斯 萧燕燕见状扭头就走 为了让韩德让吃醋 他还故意答应和魔龙谷去玩 可很快 燕燕就摆脱了魔龙谷 韩德让也适时出现 他向燕燕保证 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还说自己打算去宰相府提亲 我呢就打算回去让我爹 去宰相府 跟你父亲提亲 纸墨寻了串珍珠首饰 他想去宰相府讨好萧燕燕 安芷听到此时候 当即就要跳河寻死 纸墨连忙救出安芷 保证自己绝不会辜负他 另一边 太平王亲自求老师傅 打造了头师给胡念 他承诺会好好宠他爱他 太平王还设宴邀请家眷 为迪列去南京送行 乌骨里很嫉妒如今的胡念 而眼下他和习影 还得求太平王庇护 吃完饭 姐妹三人在房间一聚 胡念和乌骨里 问起燕燕的心事 这才得知韩德让要来提亲 胡念又为李斯的事情 开解了燕燕一番 让他不要再闹脾气 他越是对一个人客气 越是说明他心里没有他 他越是对你凶 就越是在乎你 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不想这么知道